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2虚构叙事卡不卡终于有出头之日 崩坏星穹铁道 留言一次更新资料来啦 为啥又削我留言 崩铁2.2虚构叙事已经开启 对于这期的新词迷离BUFF 敌人受到持续伤害提高50% 受到持续伤害目标 造成的伤害降低35% 背基提前行动35% 说白了 这期的BUFF就是台道的队的 卡夫卡终于有出头之日 说实话 这期的虚构叙事 生存压力很大 需要带存户 只跟鸟是带克拉拉一路的 第2.3层可以用银之丸 至于黄拳打得汗流加倍 下方细说第4层的平民配队 配队的大体方暗示 上半追击队很爽 下半没有道的队真的好难打 黑鸡分开打 没有生存位很容易被烤熟的 上半层是火弱加物理弱 这里配队可以选择克拉拉加鸡子 加鸡羹鸟加加拉赫 BUFF选择利润 克拉拉和鸡子的组合 主要是提升克拉拉的反鸡伤害 鸡羹鸟的伤害增益位置 如果角色强度够 触发几率高 其实可以不要加拉赫这个生存位 换软煤也行 没鸡羹鸟的可以转煤加加拉赫 或者克鸡羹鸟加花火也行 这样可以保证战绩点 让鸡子和克拉拉的大招充能快一些 有网友也想到沿用上期的鸡子 克拉拉加黑塔 或者黑塔加鸡子 其实没有病弱 黑塔破刃还是很慢的 因为黑塔本身的输出伤害很低 而只是黑鸡加软煤 其实生存压力很大 可以带个盾或者奶 但同时伤害不能够最大化 下半层是疯弱加雷弱 其实这个雷弱是给卡夫卡的 而不是黄泉 黄泉出伤比较慢 这里不建议使用 但是卡夫卡带行情还是可以 平民配队是卡夫卡 加软煤 加奶 加黑天鹅 本来这个配队的金数比较多 所以DOT队虽然容易打 但是不是人人都有卡夫卡 当然你可以选择 西路瓦加黄泉 加佩拉 加加拉赫 其他奶 当然如果你有刃 还可以玩玩老套路 配队刃加进流 加加拉赫 加压压 不是不能打 就是要高命输出 或者要凹死几次 如果你有高命警员 纯美骑士 还是能够打的 反正大力砖飞 当然平民配队不好打 只能够在上层 拿高一点分 然后靠直商来玩 所以有网友通过黑塔硬钢 也能够拿到三万分 记得炼加拉赫 每次虚构叙事都要提醒大家 流营的V4更新终于来了 首先是战绩 指令天火轰击 消耗等同于自身生命上限 40%的生命值固定恢复 等同于自身负60% 变为60%能量上限的能量 对指定敌方单体 造成等同于装甲萨姆 200%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 若当前生命值不足 施放战绩时 装甲萨姆的当前生命值 向至一点 使自身下一次行动 提前25% 然后是终结季 火银四行完全燃烧 进入完全燃烧状态 自身行动提前100% 并获得强化普攻和强化战绩 完全燃烧状态下 速度提高60点 且施放强化普攻 强化战绩时 自身弱点击破效率提高50% 使敌方目标 受到装甲萨姆造成的 击破伤害提高20% 持续至本次攻击结束 行动序列上出现完全燃烧倒计时 倒计时回合开始时 装甲萨姆解除完全燃烧状态 倒计时固定拥有70速度 完全燃烧状态下 装甲萨姆无法释放终结剂 这是补充说明技能而已 接下来是战绩 火银四行 死心过载 回复等同于自身35% 变为25%生命上限的生命值 为指定敌方单体 添加火属性弱点 持续二回合 对该目标造成等同于装甲萨姆 0.2星号 击破特攻加200%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 同时对骑香灵目标造成 等同于装甲萨姆 0.1星号 击破特攻加100%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 最多计算360%击破特攻 最后是天赋3 若装甲萨姆的攻击力高于1600 变为1800点 每超过100.0 变为10.0点攻击力 可使自身击破特攻提高10% 变为0.8% 总结下来 削弱 请大家静候V5 再见了